这个地方,我尺寸标错的话 那我接下来我就可以用一个方式怎么样 稍微做一个比例嘛 那比例的部分我就可以用刚刚的 练习 第一个就是比例的地方点一下,第二个选取物件,物件把它选取起来 那按Enter 再来的话基准点比如说呢,我们就找到这个基准点 然后输入R Enter 再来的话呢 参考的 长度就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新的长度的话就是 就是30Enter 这样的话有没有 就马上可以 有没有30的部分就出来了 它就可以 自动帮你再拉开一点点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标 稍微标注一下,你会发现 从这边到这边 往上 应该就30了 那下面的部分的话应该也是 这边到这边 刚刚标 就要往前推一点点 标的地方 再标一次 这边到这边应该就是 20才对 49.4 有的时候点 端点 这个到这个 不对了 尺寸不对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地方的话我们还可以再 利用这个 没有 这个比例的方式再重新再把它重新调整过一遍 好那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这个部分好了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大家好